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3号强风信号仍然生效 会是今晚至明早组维持 恶劣天气下 爬马地落活道上午有巨型棚架倒塌 地面两个司机和两个工人一度被困 其中一个女工够出时候昏迷 送院之后证实死亡 热带风暴獅子山为本港带来狂风暴雨 淡马地落活道6号的比华里山 早早大约10点钟 一幅100米乘805米的巨型棚架倒塌 当时3号强风信号和黄色暴雨警告正是生效 棚架散开 棚架落在落活道两条行车线上 并且押着两架车 两个司机自行逃出 其中一人手捕受伤 在路边接受急救 事发当时也有一男一女集工在地面工作 消防派出摊塔守救专队 带同鞋和鉗等守救工具 攀入棚架里找人 救援期间天文台曾经发出黑色暴雨警告 消防用了近1小时20分钟救出女工 她当时已经昏迷 送院之后证实死亡 至于男工获救时就没有受伤 消防说现场环境恶劣 加上天气因素增加了救援难度 当名女工人初步说的地方比较不确定 而且我们发现她的地方是有大量棚架 触尸和围捕压住的 为我们消防人员找她的时候 发生了非常多的困难 现在现场大家都看到非常大风大雨 为我们守救产生了非常多的障碍 而且上面的棚架也随时有倒塌的危险 此外守救的环境非常恶劣 守救空间狹窄 避免有非常多的杂物 受到棚架倒塌影响 流活到全线封闭 摄氏基大厦棚架冒了一半 有棚架更加跌落落活到对开的山坡 部分棚架的竹枝仍然在窗台外面悬挂 有窗台的玻璃也都烂了 承建商加紧清理现场的竹枝 消防说等到清理工作完成之后 会交给有关部门调查以外成因 而劳工处也都已经派完来到这一处 就着以外原因展开调查 无线电视机就在黄线河报道 摄氏承建商华盈建筑说 正是了解和调查事件 有踏行工会推测以外成因 可能涉及安全措施不足 或者是大雨增加棚架重量 也有工会认为 劳工处应该在恶劣天气 向高空工作的工人作出提醒 跑马地落活到的罕见以外 近十层楼高的棚架瞬间倒塌 棚架就好像中间断开那样 翻查业主立案发团的文件 工程承建商是华盈建筑 负责改建和装修四层高的停车场 和10座30至37层楼高的楼宇 并且会维修外场、会所和大堂 华盈华正是了解和调查事件 立法会议员谢卫俊 是华盈建筑的独立非执董 也是当区区议员 他下午到场试察 大家都很关注 现在究竟何时可以开一条路 因为这都是非常繁忙的路 很多大阂受影响不能够回家 现在还要了解情况发生的过程 和原因 和申请的伤害去到哪个程度 所以现在我相信不能代表公司说任何事 有搭棚工会说意外承恩或牵涉多众因素 根据劳工处指引 规定工人在8号讯号或黑色暴雨警告期间停工 而今次事发的时候 3号讯号和黄色暴雨警告生效 建筑业总工会发声明说对意外深表遗憾 会为死者家属提供支援 并且强烈要求劳工处检讨现时法例流动 保释连自己者 刘俊玉报道 3号强风信号仍然生效 会在今晚至明早早维持 而大风暴施智山 目前集的在香港西南大约530公里 越来越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 而向海南倒一带 天文台说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 会在明早最接近本港 在本港西南大约500公里略过 整日广泛地区落大雨 天文台一度发出黑色暴雨警告 受风暴狮子山影响 狮子山下多区横风横雨 尖沙咀码头望出对岸一片雨梦蒙 天文台在凌晨4点40分 直接发出三号强风信号 中午前先后发出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 在港岛大亨道一带 早上有急流由山上射下来 沙咀湾柴湾道有雨水从地面喷出 在维远的室内活动室 雨水不断涌入 除了幼稚园和部分特殊学校之外 其他学校早上都遇上上堂 想着不用上学 因为这样的情况 你怎么上学呢 小朋友 小朋友都湿了回到去 病了就上不了堂 去到早上11点45分 教育局宣布所有学校下午停课 今早如果小学 可以不用上学更好 我们的鞋子和物料都湿了 有立法会议员说 收到不少学生的家长投诉 认为当局太迟通知停课 学生上学非常狼狈 现在外面面对很多地方水浸 很多地方交通都面对问题的时候 很多家长也很彷徨 天文台说 各区普遍都录得超过200毫米的雨量 预计3号强风讯号将会维持到星期六早上 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 狮子山会在明早做最接近香港 预测会吹强风程度的冬至东南风 灵岸及高地 间中吹裂风 天气方面会是密云 有狂风大雨和雷暴 天文台提醒夜晚正直天文大潮 帝华地区可能水浸 市民要做好防风防水措施 无线电视记者吴森如报道 在澳门 3号风球仍然生效 预料在晚间维持 改发8号风球可能性较低 澳门气象局说 受到热带风暴獅子山 和东北季风共同影响 预料未来两天天气不稳定 有频密大骤雨和雷暴 明天凌晨至早早 风力仍然会进一步增强 由于正直天文大潮 在叠加风暴潮效应之下 今明两日夜晚内港一带 有机会因为叠加强风 造成风暴潮水浸 呼吁市民做好预防措施 本港新增两宗新冠病毒国案 包括一宗源头不明的本地病例 在机场货站工作的患者 验出L452R变种病毒 至于初步确诊有大约6宗 连续大约50天本地零确诊断纜 48岁男患者在机场超级1号货站 主要翻夜班 负责卸货和检查货物工作 有时候也要进入货机工作 他7月完成接种科兴疫苗 上个月29日行上检测情阴性 星期三在检测情阳性 并且验出L452R变异病毒株 感染源头不明 星期四最后一日上班 工作期间曾经和同事共用休息室 九十几个紧密接触者要隔离检疫 大约几千个曾经逗留过超级1号货站的人士 也要强制检测 至于患者居住的大围金丝花园金辉角 完成围风强制检测 没有发现确诊个案 他的太太检测情阴性 他五岁的女儿曾经上过兴趣班 他和另一个同学有病症 检测之后对新冠病毒情阴性 但对人类呼吸度和包病毒情阳性 他就读的东华三院马陈景霞幼稚园 要停课三日 大约三十个同学需要短暂隔离检疫 打了针、做测试 但为什么要有这么多层的保护 都会觉得始终有机会 漏到一些不是百分百的保险 无论在香港的情况 或者在内地、甚至澳门的情况 都会有这些情况 其实大家都尽力做 看到什么洞就希望可以补了它 另一宗是输入个案 29岁由英国抵港的男患者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 也带有L452R变种病毒 当局重新本地疫情清零 和尽快通关是头等大事 会配合内地要求加强本地防疫措施 我们都会全力和内地更一致 在外防输入方面 例如我们的豁免人士 也都会收紧 我们做检测的频次是会增加 以至到我们一些出院病人的一些临床 跟他们交换意见之后 我们的一些改变 当然是健康码 这些范畴我们会全力配合 和全速进行 他说卫生署要提升硬件和软件 应对日后更大的卫生挑战 无线电视记者周俊峰报导 稍后回来仲会报导 警方国安处在元朗八乡 抓了两个人 掩获自动手枪和子弹 政府宣布 再有16个区议员宣誓无效 而最后一批大约70个区议员 今天宣誓 其中17个人有效性存疑 回来新闻时间 再多16个区议员被裁定宣誓无效 被取消资格 而最后一批达70个区议员宣誓 4个人表明不会出席 需要即时离任 另外17人的宣誓有效性存疑 包括邝俊宇、王伟然、张錦雄 需要向当局提供额外资料再作决定 新界西五个区议会 屯门、元朗、尼岛、荃湾和葵青 大约70个区议员 和之前三批一样 在北角社区会堂 由文政事务局局长徐英慧监细 今天全部都是非常顺利的 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去实言 一个一个宣誓就是完全没有停顿 我自己都觉得我民心无愧 我们都是尽回议员的责任 可以做的事就做完了 但最终特区政府是怎样处理 我不知道 但起码可以坦然去和选民交代 元朗区议员张秀妍在社交网站说 因为病在医院留医 未能出席宣誓儀式 已经申请延后宣誓 有至少四人包括屯门区议员潘志健 王德元、葵青区议员郭子健 和元朗区议员李仲慈在社交网站说 不会宣誓 至于新界东四区区议员星期一宣誓 有16个人宣誓有效性存疑 政府考虑他们书免回复等后 宣布全部宣誓无效 包括大埔区陈振折、陈慧嘉、苏达良 西贡区议会四个人 包括民主派初选案被告阿耀林 沙田区议会一半即是九个议员 包括参选过初选 并非排名单首位的主席李志宏 副主席王鹤禮 民主党吴定林和郑泽民等 而早前港岛区和九龙区的宣誓儀式 也有17人被裁定宣誓无效 即时丧失移植 《报线电视》记者林俊谦 警方国安署拘捕一对夫妇 售出自动手枪、子弹等等 占颜无牌管有枪械和火药 警方说本缸仍然存在恐怖主义风险 首获的包括一支P80自动手枪、92枚子弹、两个弹甲 警方说手枪的性能良好、有发射能力 还找到防毒面具和铁莲花等等 警方清晨在八乡一个单位采取行动 抓了36岁和32岁的男女 涉嫌无牌管有枪械和火药 会被通宵扣查 两个人是夫妇,报称是送货工日 警方说在2019年反修例事件期间 一共检获四支同款的手枪 前年12月有人在大埔向警员开枪 所用的款式正正就是P80自动手枪 警方正在追查枪支、弹药和防毒面具的来源 和以往案件是否有关系 是否牵涉其他计划 还有没有其他在途人士 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一支枪如果有92块子弹的话 我们可以想到的损害性是很大很大 最近都有几多不同类型的恐怖主义活动 有孤狼式的袭击 也有些人尝试用TATP去发动一些袭击 也有些人去歌颂一些恐怖主义的行为 还有我们今天这个行动之中 收获到的物品真的有一些令人担忧 警方又说会调查有关人士 会否用这些物品危害国家安全 《无线电视机》就在中卓希报道 支联会说港大发出律师信 规定下星期三下周五点之前 移走校园内的国商之处 信中提到支联会清本人蔡耀昌 上星期六向媒体说 支联会是国商之处拥有人 港大因此要支联会即时联络校方 安排移除那个雕塑 否则港大将会棄置 之后也不会考虑支联会提出的任何相关要求 蔡耀昌认为港大决定不合理 已经去信要求说明理据 中大学生会昨天宣布解散 但中大学生报后来说 学生会只是停止运作 教育局长杨润雄说 不担心学生服务受到影响 中大学生会星期四说 上个月十日召开联席会议 但有份参与联席会议的中大学生报 后来在社交平台发帖 说学生会只是停止运作 并非解散 认为议案和学生会 以及校方声明内容有出入 教育局长杨润雄说 不担心对学生服务有直接影响 我相信大学也一定会提供足够的服务给学生 包括了继续和一些所谓学生会 熟会的一些支援的工作 以及和学生保持着一定的沟通 毕业于中大的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和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慧 对中大学生会的决定表示遗憾 中方证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楊潔篪 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会面时候 就年底前两国元首视障会议进行了讨论 但暂时没有消息公布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楊潔篪 星期三在瑞士苏黎世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会议 美方官员会后透露 双方原则上同意年底之前 安排美国总统拜登和国家主席习近平视像会面 在北京外交部证实双方曾经商讨 但未有准一部消息公布 两个元首在9月10日通话时 同意继续通过多种方式保持经常性联系 为落实两个元首通话共识 至于今次中美高级别会面的成果 沙利文表示和杨潔篪的会面是一个真正机会 给予双方互相展示不同的观点和动机 两人并且就台海问题进行了强硬和直接的交谈 中方也形容会面具建设性 但同时呼吁美方停止做损害中美互信合作的事 批评美国中情局成立中国有务中心 应对中国的挑战做法不当 这是典型的冷战思维表现 美方有关部门应客观 我们理性看待中国发展和中美关系 至于台湾问题 发言人说拜登和习近平通话的时候 曾明确表示美方无意改变一个中国的政策 敦促美方慎重处理涉台问题 不要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以免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的和平稳定 母线电视记者杨洁仪报道 美国传媒报道 美军特种部队和陆战队秘密在台湾训练军队至少一年 应对大陆军事威胁 美国国防部和台湾军方都不评论报道 在北京外交部促请美方停止美台军事联系 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的名美国官员报道 美军特种作战及支援部队大约二十多个成员 在台湾训练当地陆军小型分队 美军陆战队就和台湾的海军从事小艇训练 报道引述的那个官员说 美军采取轮調模式在台湾运作了至少一年 意味美军成员在不同时间到台湾提供训练 报道形容大陆近期加强对台湾军事威吓 美军到台湾提供训练的做法 反映美国国防部内部关注台湾的战术能力 路透社期后也引述两个知情人士报道 说有少量美军特种部队 一直以临时临调的形式到台湾 为台湾军队提供训练 有暗示有关行动早在美国总统拜登年初上任之前已进行 在台湾国防部不评论有关报道 只是说各项军事交流都以年度计划进行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苏普罗也说不评论有关报道 但强调美国对台湾的支持 以及美台防务关系 和台湾目前面对大陆的威胁一致 美国维持坚实对台支持 符合一个中国政策的长期承诺 又重新美国将会继续支持 在符合两岸人民意愿和最佳利益的情况下 和平解决两岸议题 北京外交部促请美方停止美台关事联系 强调一中政策是中美关系的政治支柱 美方应充分认清涉台问题的高度敏感性 和有关问题的严重危害性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停止受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 以免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 他又说中方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 无线电视记者阅明却报道 下一节会报道 内地限电措施持续 但北方准备入东供暖 法轨位要求 产媒省份确保供应 台湾物价上涨 一季有官员以为一碗屋仔面线 只需要5元港元被指离地 回到新闻时间先看中国新闻 十一国庆长假期之后 内地的限电措施持续 东莞有工厂靠紫备的发电机供电 国家法轨位就要求 产媒省份确保供应 李慧怡在东莞报道 国庆七日长假期结束 全国工厂陆续复工 但东莞限电措施持续 令到工厂很头痛 这间女财家工厂就说 由喷漆切割去到运送 每个工序都需要用电 上个月开始 试过一年六日突然之间停电 打乱了生产 由冠欧区去到敲炉 再去到喷室区 整个过程都是全自动化 不能停 如果电力突然之间中断 就会影响工件的质量 负责人说 假期之后工厂靠着 几部发电机供电 不过出现了一些状况 他说工人普遍比较年长 因时唯有安排工人周末加班 避免通宵赶工 母线电子记者李慧宜 在东莞报导 国内煤炭供应持续紧张 但是北方多个城市 陆续准备入冬公暖 产煤大省内蒙古就要求 煤矿增产去到近一亿吨 新疆烏鲁木材落大雪 最低气温只有大概涉事零下五度 一下就下雪了 我感觉入秋还没有多久 就经过冬天了 当地比去年提前大概一个星期公暖 当局检查公暖设备 保证每家每户气温不低于涉事二十度 陕西、山西、河北、天津等多个北方城市 近日连续下雨 部分地区气温一下子急降超过十度 各地陆续公布供暖时间 为保民生用煤 国家法改委上个月开始 要求山西、内蒙古和陕西 承担煤炭长期供应 目标山西下雨令多座煤矿停产 内蒙古能源局发紧急通知 要求省内72吋煤矿在确保安全下 即日起按照核增指标加快生产 目标是9,835万吨 目前措施属于临时性质 当局说煤矿可以将增产部分 申请转为永久产能 抗美援朝主题电影《长津湖》 在内地成为票房冠军 有内地传媒人发文封切 被指是侮辱英烈遭到刑事拘留 内地传媒报道 被拘留的是曾经担任 中国商部首席记者 《神经部深度新闻》主编等的罗昌平 他早前在个人微博发文 说社会一直少有反思 中国参与韩战的正义性 又将电影里的《冰雕年》 称为《沙雕年》 《冰雕年》是指歌颂 冰冻死阵地的志愿军 而《沙雕年》 就是网络的用语 意思是愚蠢 海南三亚公安通报 说罗某平承认在微博发表 侮辱抗美援朝英烈的言论 以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 《荣誉罪》将他刑事拘留 内地一年七日的国庆假期昨日结束 有超过五亿人次在国内旅游 在疫情前同期的七成 国内旅游收入近三千九百亿人民币 恢复至疫情同期的六成近六成 《文旅报》说旅客主要在省内未度假 一二线城市 近郊度假酒店 乡村民宿和露营车都是热点 亦有人参与宣传加国情怀的红色旅游 有旅游平台分析数据 说假期最多旅客到访的头五个城市 这次是北京、上海、成都、广州和重庆 简称广交会的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下星期五在广州举行 当地指日开始加强省外人士入境的检测措施 指日开始 所有由省外搭航班、火车和客运 前往广州的人需要持有 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症的证明 和绿色健康码才可以出发 而所在省外城市近14日之内 出现本土疫情的人 需要在抵达广州之后 接受多一次核酸检测 并向居住地的社区报告 以及接受健康管理措施 在台湾 物价帐幅创了超过8年身高 人发关注 至于窩仔面线 更加意外成为了话题 由驻台湾记者欧国强讲解 台湾负责统计和普查的主计署公布 9月通胀达2.63% 是8年半以来最大张幅 有林营立委就以平民小食窩仔面线为例 询问主计总署长朱泽文 朱泽文的回答随即引发热议 因为目前一款窩仔面线的价格 并非置合5元港币 而是普遍要40至50元新台币 也就是12元港币左右 朱泽文被指离地 不食人间烟火 多个官员亦被传媒追问 朱泽文后来解释说当时听错 以为立委问正面线 所以答错 行政院长苏貞昌就帮他说好话 而针对物价上涨 朱泽文说是国际原料物价上升 造成的短期现象 今个月有望下降 预料全年通胀大约1.74% 维持在2%以内的目标 母线电视珠台湾记者欧国强报道 山东曲浮有近2500年历史的孔庙 连同孔子的瑞居住过的孔府 以及家族墓地孔林同称三孔 已经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一起看看 孔子平面呈长封营 是孔庙平面呈长封营 是孔庙平面呈长封营 沿南北中族线布置左右对称 前后久尽远落 由殿、池、堂、碑亭、门坊 和商房等等几百座的建筑组成 历经王朝更跌 孔子不断被追风嗜好 孔庙也一直扩建、翻修 去到明朝、清朝形成现在的规模 祭孔最隆重是春秋二祭 秋祭在九月孔子诞辰举行 而清明春祭世界各地的孔子后人 回到家族墓地孔林祭拜 孔子过世后也葬在这里 孔林值有超过十万棵树 当中两万多棵古树 是历代孔门弟子所种 千年教化 鱼学的核心思想人 在礼崩岳坏的春秋时代没有办法实践 但是只若克己服礼为人 以礼作为代人行事的准责 这一套由外而内、自律、觉醒的规范 到现在仍然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 无线电视记者黄正廷报道 看今天的行情 恒生指数今天收报24837点 升136点 总成交1633亿 欧洲股市是个别发展 伦敦富士百指数升7点 巴黎克指数跌16点 德国Dex指数跌15点 稍后还会报道 发展局估算本港长远欠缺3000公顷的土地 除了因为配合国家发展 亦希望市民可以住大一点 今届诺贝尔和平奖 由两个新闻工作者获得 继续新闻时间 发展局最新估算到2048年 本港土地短缺达到大约3000公顷 较三年前多超过一倍 当局说除了配合国家发展 亦都希望市民可以住大一点 施政报告透露 香港长远欠缺3000公顷土地 发展局发表香港2030家报告书 说2019年至2048年 有大约2600至3000公顷的土地短缺 比2016年多了一倍多 经济用地短缺是之前估算的三倍 房屋用地短缺亦都倍增 当局解释当时的估计太保守 低估了未来发展的需要 包括国家发展带来的新机遇 这次亦都考虑了改善居住空间的愿景 分别提升公私型房屋 人均居住面积一成和两成 即是每个人215和237平方尺 希望香港人住大一点 这不是空港的 是会做得到的 但是要给一些时间 我们可否考虑 就在未来买地 或者未来一些重建项目 我们都定一个最小的单位标准 我记得我建议可能200至280尺 这个我们未来会考虑 当局说已经找够地 连同北部都回驱 明日大雨等一共有4100公頃土地 某些预计的土地供应 最终可以因为可行性 或者其他原因 而未必能够全数兑现 或者全数合时兑现 我们会进行新一轮的 绿化地带用地检讨 考虑到时间性 而接着我们会聚焦一些 波度比较高 和发展地区距离 可能相对较远 但附近仍然是有道路连接的地区 至于连接深圳前海 和洪水桥的铁路 运防局说已经和深圳市开会 展开第一期研究 预计明年完成 对于早年已经有建议 高铁总站应该建在新界西北 陈凡认为选址西九龙的决定是正确 政府目标明年一月向立法会提交 取消强烧金对冲方案 并提出改善安排 比雇主在取消对冲初期 获得更多资助 如果雇主每年遣散费 和长期服务金开支在五十万之内 取消对冲头三年 雇主最多承担每个员工三千元 头九年最多五万元 政府支助比率在25年内逐渐大减 政府说会设监察制度 例如是定期抽查等等 防止政府之助被滥用 方案会在实施五年后作中期检讨 暂时未定检讨方向 政府说是希望给雇主 尤其中小微企适应政策转变 相信方案会获得勞资双方支持 要足够低 令到它有足够的时间给雇主 是透过专囊储蓄户口去存钱 所以到第二天 接着陆续政府的资助就会减少 亦都我们相信经过一段时间 当雇主掌握了整个制度的时候 那个问题的困难会小很多 7点半新闻报道完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吗